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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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大家好 我是Ricky Yassaf 平時大家常常都會來信問我究竟 他應該用甚麼產品或者買甚麼產品 例如頭髮太刀很容易刀的話 塗甚麼會鬆些 油性皮膚的朋友應該用甚麼洗臉 又或者臉部 鼻子脫皮的話應該塗甚麼好呢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今次就聯同了BetterMe一起了 利用男生護膚化妝的技巧 教大家不同性質的皮膚或者頭髮應該用甚麼產品 大家就可以用最少的價錢買到自己適用的產品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乾性皮膚的化妝五部code 第一集和大家講過乾性皮膚有甚麼特徵 很快重溫一下 例如毛孔比較細緻 可能臉皮很乾真真很睏 化妝上要注意的是 臉皮上粉底很不貼妝很浮粉 第二就是臉皮很暗 那究竟怎樣解決呢 看看以下下來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乾性皮膚的朋友建議用水感度高的粉底液或者cusion 一來很有光澤感 二來非常貼面不會浮粉 可以用粉泡沾在額頭、鼻、下巴、拳骨等凸出來的位置 男生的妝容千萬不要塗全面 我們只塗在凸出來的位置 輪廓感就可以增加 而且妝容會更薄 順帶一提 記住化妝底前 一定要做好一點護膚和 包括保濕和lotion 令臉皮膚滋潤的話 你們的粉底液就會貼薄很多 如果有瑕疵想遮瑕 例如黑眼圈、嘴角等等很深色的位置 也可以用骨盡慢慢引開就可以做到遮瑕了 男生的眉色 我們可以用灰色的眉筆 在眉的正中間位置一路向後掃 勾畫眉毛出來 眉頭的位置我們可以向前掃 筆的另一邊是刷頭 在眉頭位置慢慢插鬆 令眉頭淺色一點 好像一個鼻影一樣 整條眉就自然很多 眼線的位置 我們可以畫在隱形眼線的位置 即是眼睫毛根部的位置 由眼尾的位置一路向前畫到眼珠 也可以在眼頭的位置 向後畫到眼珠 給我提示給你們 你們畫眼線可以在眼尾的位置 用筆按著它 然後再一下向前掃 你們畫眼線的敏感度就會低很多 乾性皮膚最好用一些保濕類定妝 我不建議用碎粉 最好用定妝噴毛 在臉上打圈噴3-4秒 讓它慢慢乾 一來妝容又有光澤度 二來臉不會感覺慢慢緊 乾性皮膚可以用卸妝油做卸妝 怎樣做呢? 可以在手掌上泵幾下 然後直接在乾真真的面上 直接打圈就可以了 可以在額頭、鼻這些位置 慢慢打圈 溶解你們的化妝品 大概30秒左右 可以用清水慢慢過了去 那你臉就會有一個很清爽的感覺 很多人擔心卸妝油會令臉很黏黏黏 其實不會的 當你用水過完後 臉有一個清爽的感覺 用紙巾慢慢擦乾淨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乾性皮膚的化妝技巧 希望可以幫到乾性皮膚的你 Better Me這個網站裡面 有齊乾性皮膚的化妝產品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去Better Me.Asia購買 如果乾性皮膚的你有什麼化妝問題的話 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我會繼續在影片裡解答大家 好啦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我們Facebook、Instagram 以及Youtube再見 拜拜 好啦又是小提示的時間了 問題來了 究竟乾性皮膚的朋友 怎樣可以令到粉比較貼 給大家想3 2 1 答案就是大家做護膚的時間 可以試一下用一些有油份的產品 先塗上臉 然後就將你的粉底液慢慢打上去 當你的臉夠油份的話 你的粉底液相對來說就會容易貼粉 特別在眼底或者嘴角這些位置 就不會有裂痕 到最後當然大家可以噴定妝噴霧 如果水份有足夠的話 妝容就自然脆薄很多了